滾滾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今天这两天有点感冒 有可能这期视频录出来声音有点不对劲 那么下周二彩虹要去联运港出差了 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观众哪位粉丝住在联运港的 彩虹有可能要赞助在你家 那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那么既然是公司出菜肯定是公家报销住宿费 希望有哪位观众就是住在联运港的 能带彩虹在联运港稍微玩玩 好的,那么这是题外话 希望有是最好的 没有的话也没事 好的,那么废话咱们不多讲了 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咱们是一个三号卫的大内奸 主公选择了这个打工皇帝 那估计他要打这个逃不了 逃不了这个打工的命运 那么咱们是曹胚,大曹胚 那么估计咱们猜想一下军典剧本 那么就是打工皇帝给我们打工 然后我们收一大堆牌 来这个包养我们的火力 那么希望我们能这样子 希望预想的这样子 但是这个场上 你看像这种曹瑞啊,郭佳 好在郭佳还没有给这个打工皇帝补牌 那么这个我们很喜欢 我们很喜欢 好,全都去死吧 那我们确实希望场上能死多一点的人 那当然郭佳既然不跳内奸 不跳忠诚的话 那么我们曹胚啊 虽然我们肯定是比较弱的 但是我们既然郭佳一开始不跳忠诚 那么我们来装一装啊 我们来跳一个忠诚啊 我们希望李袁绍能相信我们 我们大曹胚是忠诚 好,来,管啥还管没 当然这个路神的手牌啊 质量特别特别好 如果打工皇帝射不下来啊 我敢相信这路神一波图啊 估计打工皇帝就要 哎,哎,倒霉了啊 就要挨枪掌了啊 好的,全都去死吧 那么我们希望老太太啊 不要把我们这张牌给补移掉了啊 这张牌我们是关键型的一张牌啊 所以你的手 不是老太太啊 这左词啊 唯老太太啊,唯老太太 伪装的老太太 你们希望千万不能把我这把枪给补移掉了啊 不然的话我要报警了啊 我要报警了 当然这次收了很多啊 所以你们,你老太太该补移哪张牌 反正这个,这个梅花A的连驴啊 千万不能给我补移掉啊 好,那么话说到这里 场上已经,呃,这个难啃的骨头啊 已经死了啊 弓箭手,哦,准备犯剑啊 我们希望,呃,能死一个忠臣啊 但是,他是忠臣啊,他肯定是忠臣 但是剩下的谁是忠臣我就不知道了啊 叫老太太,呃,因为左慈他补义啊 呃,我们是一直在给元少 虽然是让元少翻面啊 但是一直能再让元少补牌啊 所以,左慈肯定是忠臣啊 好,那么我们希望黄中和元素啊 希望有一个忠臣,倒一个 让主攻享受史上最强拆迁啊 这是我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事情 好,那你既然没有子弹了啊 那剩下的场面啊,就交给我了啊 好,那么没有减银马的话 就先把这个曹瑞给硬干,硬干也得干了 不然的话肯定是没办法的啊,肯定没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省负仪啊 如果要省负仪的话,我们可以先把元素给做了 好,那么没有减银马的话 希望这个忠忠生友能开出来啊 好,忠忠生友,那么仍然没有,那没办法啦 我们只能硬钢啊,我们只能硬钢 我们只能硬钢 好,那么挂上我们最喜欢的连驴啊 哈,炎法度,依托江图 那么我们希望能 你能补一点牌啊,我能补一点牌 不然这个尸体啊,肯定要收一波了 肯定要收一波,好,管杀,还管埋 好,那么这个砍元素的话就相当于切菜一样啊 这剩下两个家伙啊,都像切菜一样啊 一刀一个啊,一刀一个 那么,呃,我们数一下手里的杀的话 应该是正好能把这个打工皇帝给打死的啊 好的,老天不祝你原家呀 不祝你原家啊,祝你这个大潮批的潮家啊 好,那么确实啊,我们开门红啊,开门红 胜利啊,第一局就胜利 也为后面的几局啊,搏一个好彩头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把录像啊 也是第二把,哎,哎,别卡了啊 好的,第二把我们是一个末号位的大反贼啊 主公选择了这个,呃,神将教的一把手啊 借高的思路啊,好,那么,哦 他二号位是个庞德啊,那么他竟然庞德出来了 我要稍微这个认真的介绍一下啊 这个庞德他的技能改了啊,技能改了 他的马术还依旧没改啊 他的第二个技能啊 这个字是不是念剑啊 也不怎么清楚啊 反正就是剑,剑出 读起来怪怪的啊 当你,哎,哎,别这样子啊 当你使用杀只第一名这个目标角色后 你可以弃制齐一张牌 若你以此法弃制的牌为装备牌,此杀不可被闪避 二啊,不为装备牌啊 该角色获得自杀啊 其实就是,呃 就相当于这个啊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黄州砍一刀借路神啊 他指定,呃,借路神为目标啊,杀的目标 所以这个,哎,这个,等会跟你来啊,等会跟你来啊 就是,杀借路神,借路神是杀的目标啊 所以,黄德,这个,弃借路神一张牌 然后啊,然后,哎,这个 然后啊,如果我发的是这个装备牌啊,我的杀是不能被闪避 如果不是装备牌啊,然后路神就获得杀啊 这个,配合他的马术的话,就是 就是说,还是,还是挺好的啊 那比如说现在,斯隆江有名的装备牌啊 哦,不是斯隆江,左磁啊 那么,庞德杀,左磁的话,就扒他一张牌啊 那么,可以扒着他鸣的装备啊 如果扒他鸣的装备啊,如果扒他鸣的装备啊 就是,我杀强重,你不能获得我的杀 如果扒的是,不是装备牌啊 你获得我的杀,可以,竟然可以出闪啊 好,那么,火弓,来骗一下你,借路神的牌啊 好,有没有,没有,是张,呃,无限可击 无限可击的话,我们就是一杀,一大,结束啊 就是,这个啊,其实路神有点,呃 呃,不能说不动脑筋吧 这肯定要发动啊,反正就是,我们一旦火弓,中 呃,就是,成功把你牌骗完之后啊 就是,你肯定是必死的啊,刚刚说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呃,下一把录像喽 好的,下一把我们是一个,呃,八号文字 这位的大忠臣啊,主公选择了我们的,张教主啊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张教主,别吃几口饭啊,就耶死了啊 别动不动就,皇天,耶,死了啊 啊,我们希望你能多吃一点饭啊,不要,不要那么早就,耶啊 啊,那么既然张教主一出来啊,你看像这种,强重啊 强重型或者是强,就是强空牌型的啊,呃,反贼属性是很大很大的啊 包括这个,孙坚啊,孙坚,啊,那目标其实很明确了啊 呃,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这四个家伙是反贼啊,那么果不其然啊 你看这个玄域,跳的,比较那个啊,这个主公,起手啊,就被打成凉血了啊 啊,他好,我也好啊,那么,好在这个孙坊香是我们的人啊 但孙坊香一旦跳出来,觉得,呃,那个,怎么 孙坊香一旦跳出来,可能要,我们希望孙坊香跳出来能替张脚吸引吸引火力啊 好,那么这个孙坊香这个五谷啊,开的比较残,也,就是说,不动脑筋就开这个五谷啊 不论这个反贼的人头数啊,只要看到啊,场上有个借甘宁,对吗 啊,场上,其实,呃,其实比较明确的啊,甘宁不一定知道的话,场上三个反贼是,肯定是比较明确的 这两个家伙跳的,一开始就跳了,然后剑,剑黄盖的话,反贼属性很高啊,反贼属性很高 那么这个甘宁的话,反贼属性很高啊,所以这个孙坊香完全忽略了这个剑甘宁的大招啊,所以这个五谷啊,完全开的就是不合时机的啊 好,那么,我们希望动一动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黄盖拼一拼,然后杀张脚啊,然后带黄盖 那么既然的话,呃,张教主干照我们的思路去批黄盖啊,希望能去批黄盖啊,这个万,这个桃园开的,也是时候吧 毕竟主公也残了啊,好,过河拆强,拆乐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好,那么这个桃园一开,然后一张过河拆桥,哦,一张杀啊,是一张杀 好,君且安坐,听我一言,好,好,杀啊,呃,我们拼一点赢了之后啊,呃,能额外带一个人 所以,那么,我们额外带的人是不需要,呃,就是不需要距离的 但是我们第一个指定的目标啊,该有的距离还是要有的啊 比如说,我们要一顺二啊,呃,像这个蔡文姬啊,和张教啊,我们必须要能顺到他 再能带一个人啊,那么当然带的这个人是不需要,呃,限制的啊,你哪怕跟我,呃,离开 隔壁桌啊,我也能顺到你啊,那么当然这是玩笑话 所以,我们简用拼点赢了之后啊,第一张使用的盘啊,该怎样啊,就得怎样啊 我该杀得到你,就额外能带一个,呃,额外能带一个啊,是不需要目标的 但是第一个肯定是要有目标的啊,就是我先要能杀得到你,先要能顺得到你啊,才能行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剧本很,这个很明确啊,我们拼点赢了之后啊,杀这个张教主,再额外带一个反贼啊 好在这个,你看这个黄干啊,也是比较残了啊,那么我们待会再一拼点啊,再杀张教,再带黄干啊 这样的话,这个黄干啊,就算不死啊,也是,也是这个离死不远的啊,好,君请安坐,听我一言啊 哎,这个,好吧,其实他开五谷啊,就是减少黄盖为目标的话也可以 但是啊,我个人倾向为啊,杀张教主带黄盖啊,这样的话,黄盖刚刚一个逃啊,还不一定能救得起来啊,还不一定能救得起来 好,那么,呃,不死的话,就让黄盖再挣扎一会儿咯啊,铁锁连周而行啊,你这个,这个有点那个啦,有点给我扯蛋了啊,你还给我来桃子啊,还来桃子 好,那么,蔡文吉,呃,不死的话也能给我们打打工啊,当然蔡文吉是忠诚啊,孙二祥是内奸 场上,呃,像黄盖啊,徐玉啊,都是比较残的啊,君请安坐啊 不过到,呃,就是万不得已啊,我们可以把这张蓝盖给开出去,把这张这个蓝盖给开出去啊 好,祝公要臣死,臣死了算了啊,好,那么我们希望徐玉肯定要死啊,因为再不死的话,张教主的血腺要被压下去了啊 好,那么,呃,孙猴子我们肯定是不急着打他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先控手牌的这个甘铃给先干了啊 好,那么,9哈,我们看能不能弃四张手牌啊,我们弃了四张手牌啊,但是人家是9刷啊,那么,呃,蔡文吉,你也别,别心灰一人啊,你虽然死了啊,但是也为我们至少做出了贡献啊,9 好,这个,这个地方啊,为什么9不能双杀啊,因为我们拼点赢了之后啊 我们,就是只有第一张使用的牌啊,第一张使用的基本牌和,第一张使用的基本牌和,锦囊牌有额外目标啊,就是说能有福利啊,那么我们刚刚拼点赢了之后啊,第一张啊,使用的牌啊,是9 所以,我们用的9之后只能额外再给一个人用9啊,所以说我们刚刚用9啊,能给张教主一个9,然后我们杀,然后如果我们有借刀的话,张教主再杀啊,也是9杀啊,也是9杀啊,也是9杀 这个,张教主啊,刚刚说完啊,回了一个微信啊,回了一个微信啊,这个张教主就把,就把这个反正给干掉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给你一个大赞,给你一个大赞,好的,那么,应该是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楼啊,那么最后一把我们是一个大主攻啊,主攻,这个主视角玩家啊,选择了这个我们比较主流的,这个阿奔,我们的阿奔主攻,那么,这个流风的话,我起手建议可以先忙一下啊,因为这个天边会的流风啊, 哦,不一定啊,天边会的流风还不一定,真不一定是反贼啊,你如果天边会选流风那反贼啊,就,肯定要等着挨揍啊,肯定要等着挨揍,除非你有,除非啊,沈嘉宜一直能卡我们啊,当然这个,确实啊,这个天边会的流风确实有点挨打,有点挨打 呃,刚刚说了,这个流风,是个大忠诚啊,这个我们把他,不管他是忠诚还是内奸啊,他至少啊,一开始跳了一个忠诚啊,但是,我们把他打残了,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啊 这当然,你别说我们准啊,但是,呃,但是啊,但是,你天边会选个流风啊,肯定要挨打,肯定挨打,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刚刚黄中啊,他杀流风啊,为什么不用流风的意杀啊 因为,因为,这个流风的意啊,就是,他一是无色杀啊,二是,你弃了他两张牌,当杀啊,是没有点数的啊,所以,黄中,你想用这个,用流风的意杀啊,提前是必须要有武器啊 所以,这个黄中啊,所以这个黄中啊,不可能说傻了吧唧我,我有杀也,打真杀啊,但是这个流风的意是没有点数的啊,所以,呃,黄中想要拿一杀他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想要用一杀啊,提前是要有武器啊,好,那么,这个卫妍不知道是个什么鬼袜子啊,他也没动啊,元素的话去,呃,出逃就流风乐了卫妍啊,那么,他没来弄我们, 我们可以暂时相信啊,他是一个大忠诚啊,啊,那么,这两个家伙,一开始,就是去干流风的啊,所以,他是,他们两个是大反贼啊,那么,孙岸香的话,解音元素啊,无限这个,呃,不明觉力啊,不明觉力啊,但是,从他这个乐,呃,不是乐啊,睡黄中啊,这个来说啊,就是一个大忠诚啊, 大反贼啊,就是个大反贼,好,那么,挂上我们的连毒啊,能,能打一个人吗,啊,至少能要打残一个吧,呃,好吧,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子弹啊,好,那么,我们, 我们,肯定要,来,叙事一发啊,叙事一波啊,叙事一波啊,叙事一波,好,那么,这个,呃,我们有一个桃子啊,那么,如果能逃出黄中的魔爪的话,呃,希望元素啊,能来给我们一刀啊,因为,这局啊,其实,说到后面啊,你就算我们不觉醒的话,就是 他们反贼四连洞啊,如果我们不觉醒啊,我们肯定要,肯定是要避死的啊,好,那么,锁锁连环啊,这个元素啊,也是挺配合我们的啊,挺配合我们的啊,好,那么,送我们觉醒的话,我们 肯定要,打一波啊,好,江东此地,何距于天下,顺守在阳啊,好,那么,我们希望你救啊,希望你救,那么,你再救啊,再救,我们还有桃子啊,哦,不是,我们还有桃子,我们还有啥啊,来啊,好,那么,这刀卡压局,如果你们再有桃子的话,我也没办法了啊,我也没办法了,因为我们的子弹就到这儿啊,好,怎么,事有事敌,一探便知 这个其实,他们应该配音错了吧,对元素发动自败的话,应该是,我才是皇帝啊,哎呦,刚刚说完啊,这个,这个元素就走了,那么,好吧,你走就走吧,不能说走就走啊,你走了啊,我们肯定也要,肯定也要,那个,继续战斗下去啊,好,那么,我们先干谁啊,这个,其他人都满血啊,那么,我们就 就干失望箱啊,我们就干奶啊,把他们奶妈干掉之后啊,他们就有种不攻自破的,因为,你看,像张包关心啊,黄忠啊,都是 输出型虎架啊,就是,基本上,回合外啊,除非他能正常的过到闪,或者是无限,不然的话,他们肯定是没有,那个,防御技能的啊,好,那么,哈,那么,你摸吧,啊,好, 好,尔等,看好了,过河拆桥,这么,格斗,这个过河拆桥的话,觉得应该把他藤架要拆了啊,那么,但是这个藤架啊,早拆和晚拆肯定都是要拆的啊,肯定都是要拆的,不管,好,那么,我们希望他没有,这个,呃,能, 回复过了啊,能,尺导箱不能回复过了啊,好,那么,你回复一点没事啊,父亲,祝我备失一在,铁锁连环,过河拆桥,啊,雷哈,雷哈一,雷沙腿,那么,如果尺导箱这个菊花刀交给我们的话,那就爽了啊,那当然,这个尺,如果不是尺导箱,尺导箱是尺导箱的话,我们就干不了啊,因为,如果把他的菊花刀打了, 他就要拼了啊,拼了,好,那么,这个状态啊,我们身份比较残啊,如果黄忠能摸到一张,红沙啊,能,只要能摸到,黄忠只要能摸到一张红沙啊,我们就必死了啊,我们就必死了,他如果摸到红沙的话,就是,强重加,杀害加一啊,就杀害加一,所以, 我们尽量用阴魂,哦,这个阴魂,空下他的手牌啊,那么,江东子弟,何居于天下,那么,这个黄忠脸也是够黑的啊,摸了几轮也是没摸到,红沙啊,好,那么,父亲,祝我备时一在,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利用,这个, 这个,阴魂啊,把黄忠的手牌慢慢的给磨光了,好,那么,这个阴魂的手牌再来, 这个乐一弹中了之后,那黄忠就是必死无疑了 孙世英烈,庇佑江东 这个桃子都没必要吃了 桃子都没必要吃了,直接一刀,解决 好的,那么也是 后期,就是这个艰难的取胜 突破奶妈之后,就是 突破奶妈,就是像一块木 撕开一道口子 就是用力啪啦一下 就是一线千里,一线如柱 不得说一线如柱 反正也是艰难的获得了胜利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前也有几句话说 那么出差的时候,我说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几期 那么到时候我会叫家里人 暗示给我发一下 好,那么 两句话,就是两句话 屏幕的左下方,有个投稿邮箱 希望广大玩家能给产红约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咯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